一命二运三风水 这个风水它是一个高科技 这个古代定风水概念的时候 什么是风 我们空气间的风怎么来的 它是我们的地气 被树木被太阳蒸发之后 然后到空气中 变成了一种流动的气流 这种流动的气流源自大地 源自大地里面的水 所以是古代用风来提示我们 要利用好流动气 我们的宅子里面不能是一团死气 一团火灶之气 要一团核气 核气才能生财 所以是那要把宅子变成一团核气 那你一定要重视天地人三材气 要核在家中 核在家中 那必须窗帘 白天一定要打开 晚上为了隐私可以遮上 白天打开 是三分之一的天光 从这个窗帘透进来了 我们今天的设计都很好 左屋也好 公寓也好 这个采光度都是够的 但是你不能白天把窗帘打死 白天一定要让阳光照到自己的屋子里面来 那这是接三分之一的天气 再调三分之一的地气 家中忘了三分之一的人气 就给人来充电 来补充能量 你睡一晚上以后 睡得很香 然后精神百倍 人的财运好 是自己调到的 为什么 你精神好 财运才好 精神百倍 你可以升官 你可以发财 你可以顺利 你可以开智慧 你才有智慧 来应对我们这样复杂的现实社会 你才能成为勇者 成为圣者 所以大家要知道 调好自己住宅里的气 这是能量态 这是我们古圣先贤 留给我们很重要的解界法 那么用在现代叫风水学 但是很多不修炼的人 不懂解界 所以他没有这个能力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呢 待会儿通过这个 我引领 大家就去回去试着用这个方法 试着用这个方法 所以这是第二重风水 你们要重视 第三重风水 是你的办公室 或者是你的工作区间 那这一重呢 我们现在 如果是老板 还可以改变 如果是员工 就很难改变 所以怎么办 今天我教给你的 小六合体是有用的 但是你如果真正想 在工作场所 自己能够护住自己 因为他太大 老板又不同意 又不相信这些 那你只能自己保护自己 无论是工厂 无论是军队 无论是商场 无论是哪里 我们实际上都跟六道众生 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阴灵世界 动物精灵世界 是就在我们的身周围 就在我们这个96%的 真实的世界中 叫暗物质 暗能量 暗空间里面 那么他可以自由地穿越你的身体 自由地穿墙月壁 除非你自己的那个房子 用自己透明的六合姐姐的 但是工厂不属于你的 办公室不属于你的 所以你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特意给大家请了 十字金刚 可以佩戴的小的十字金刚 如果你是坐白领的 你有一个办公桌 那你可以请一个大的 镀金的一个大的 六合的这个金刚心 震在自己的办公桌前 再用我给你的小六合体 跟它相合 跟它相合 那么你在你的身周围 可以形成一个透明的六合体 就像孙悟空给他师父画了一个什么 画了个圈 画了个圈 那个白骨精就不能进圈里 但是他师父太愚昧了 所以跑出去给白骨精弄跑了 被人家骗了 所以你们自己不破坏 自己的六合 小六合体的时候 那你们是不用担心的 不用担心 但是最好佩戴 因为你在工作场所 你是老板 你就回去把自己的房子 办公室也解解了 然后你的所有的员工都就有福了 你的公司里的这些留不住人 员工内斗 都是他们的冤金债主在斗 彼此在斗 所以你能够会点这种方法 然后回去把自己的办公室给调理了 那么你很快的就是什么 你这个事情都就解决了 因为大家都在和谐的气里面 加和万事星 就是这个六合空间中的气是和的 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 气不和 你的气冲到我了 我的气冲到你了 我的冤金债主搞了你一下 你的冤金债主又过来报复我一下 这就是一锅粥了 乱七八糟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六合结界的先天风水学 是一门高科技 是生命科技 不是像你们认知的一个迷信的一个东西 所以新春到来 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 做三重结界 内身结界 自己的住宅结界 办公室结界 那么这样的话 把场带在自身上 然后 那么暂时我们就只能去 在这样的短的时间内 帮助大家做到这一点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什么 新的一年 自己的这个舞台 给换换场景 然后给布置布置 然后搞成光的舞台 光明的舞台 亮丽的舞台 然后 然后用这个方法来帮大家 改造命运 然后驱逐自己的委员 使他们不能来讨债 然后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己功累得 好好的服务于你的本职工作 感谢观看 好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